大家好,我是小刚 我家里面养了两只鱼鹰 差不多有几天没有吃东西了 没有吃鱼了 两只鱼鹰到底能吃多少条大鱼 今天我从市场上花五十块钱 买了十几条大鱼 现在把鱼倒出来数一下 究竟有多少条大鱼 然后准备喂给鱼鹰吃 这些大鲫鱼差不多一斤一条 一条,两条,三条,六条,六条,七条,八条,九条,十条,十条,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 一共十六条大鱼 一会儿把鱼鹰放出来 我们看一下两只鱼鹰 能吃掉多少条一斤的鲫鱼 我们拭目以待吧 现在给它排好队才行 一会儿就开吃了 这鱼鹰一旦看到鱼就特别的着急 特别慌 也和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还以为鱼鹰会一口吃一条一斤的鲫鱼 没有想到它根本吃不了呀 平时的话吃一斤半的黑鱼 它都能一口就是一条 但是遇到一斤的鲫鱼 鱼鹰就无从下口 看起来是根本吃不掉 这是什么原因呀 有人知道吗 我们仔细看一下 有一只鱼鹰 不停的在捉这个急鱼 感觉它这个急鱼还没有死 其实急鱼已经死了很久了 但是鱼鹰的话 吃不下 就认为鱼鹰还没有死 第二只鱼鹰换了一条鲫鱼吃 但是还是吃不下 又换了过来 看它使劲的 捉这个急鱼的腮步 它误认为急鱼还没有死 大家觉得最后 这两只鱼鹰能把一斤的急鱼吃掉吗 看一下真痛苦呀 使劲的往下面噎 噎不下去呀 哪怕鱼鹰的嘴 已经张得很大了 但是仍然把一斤的鸡鱼 吞不下嘴 吃不下肚呀 你看他不停的 在捉这个鱼鹰 我们看一下另外一只 另外一只找到一只小的 这个鲤鱼 一口吞掉你看 七八两的鲤鱼 就被鱼鹰一口就吞掉了 然而一斤的鲤鱼 鱼鹰却吃不下肚 一斤半的黑鱼 鱼鹰都能把它吃掉 然而一斤的鲤鱼 鱼鹰却吃不下肚 我们来看一下原因吧 首先我们看一下 这个鲤鱼的宽度 接近我的手掌这么宽了 特别宽 差不多 九公分左右了 你看 这个宽度太宽了 然后鱼鹰肯定是吃不下肚的 也噎不下去 黑鱼的话 一斤半的黑鱼宽度没有这么宽 要小得多 所以说 手掌这么宽的宽度的话 鱼鹰是把鱼吃不下肚的 这只是我个人的见解 对不对呀 看这个鲤鱼的宽度太宽了 对吧 好 对吧 对吧 好